蔡浩休息了一会儿 等药物发挥功效后 用特制的钳子 将陈丽被划过的脸皮 接了下来 放在药水瓶中 陈丽的脸上 现在是血肉模糊 不断有鲜血 从她脸上冒了出来 血淋淋地令人恐惧 女护士涂了药 止住血后 蔡浩再找出 几小的专用锯子 在陈丽的鼻骨上 吱吱地锯了起来 然后是小下巴 切唇等一系列的手术 在做这些手术时 陈丽一直没有睡着 意识仍然是清醒的 她能感觉到手术刀在割脸皮 也能听到 血滴在地板上的滴答声 鼻骨被锯湿的吱吱声 知道蔡浩做完所有手术 将她整个脸包裹起来 她才感到疲惫 晕了过去 陈丽恢复得很快 一个月后就拆开绷带了 映入李海面前的是一张毫无瑕疵的脸 美得让人无法形容 李海注意到 陈丽不光脸蛋变漂亮了 连背后那块淡青色的椭圆形胎记也消失了 她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 她的女友陈丽 经过整容后竟然成了妩媚万分 让人不敢直视的美女 一开始 她还得意洋洋 引以为傲 带着陈丽在亲朋好友面前炫耀 可是很快 她就感觉有些地方不对劲了 她与陈丽走在一起 陈丽呢 总能吸引附近男人的目光 那些男人除了对陈丽大家夸赞外 不时说什么 一朵鲜花 插牛粪上 癞蛤蟆吃到了天鹅肉 等诸如此类不怀好意的话 这让她心里沉甸甸的 仿佛压了块石头 非常难受 而此时的陈丽 性格也变了 变得大方妩媚 经常有男人们送她鲜花 她不但对男人们的追求不拒绝 还频频和他们出去吃饭游玩 李海担心陈丽会离开她 于是和陈丽摊牌 把自己的感受说给她听 陈丽听完后 默然无语 过了好一会儿才说 要不 你也去整容吧 李海同意了 除了把自己整容成帅哥 她还有什么办法 能留住陈丽的心呢 两人还是找到彩昊 李海无意间看到彩昊 对着陈丽相视而笑 心里很不舒服 这个男医师啊 长得的确英俊 有一种强烈的男人魅力 但陈丽是自己的女朋友啊 蔡昊让她躺在手术室 给她打了麻醉针 然后出去等药力发阻 李海在手术室里百无聊赖 突然间也开始后悔 一个大男人 整什么容 他站了起来 偷偷地走了出来 看到蔡昊 正有说有笑地和陈丽聊天 李海气得直咬牙 他强忍住气 想听听两人在说什么 上次的皮 真的很好 这次的呢 这次的 差了很多 但将就着吧 总比没有强 李海听得一头雾水 不知两人在说些什么 这时蔡昊走进另一个房间去了 陈丽竟然换上了白大褂 戴上了口罩 他究竟在做什么 李海偷偷尾随着陈丽 走进气血间 他看到陈丽仿佛一个纯熟的护士般 在配置手术用具 李海纳闷 陈丽以前 可没当过护士啊 他看到气血间里面 还有一个小房间 虚掩着门 他捏手捏脚地溜了进去 这是专门放置整容材料的 里面堆满了各种皮肤 硅胶 颊蹄等等 形态各异 房间的一角 砌了个长宽各两米的透明水池 水池里放满了新黄色的药水 里面漂浮着一具尸体 李海倒吸一口冷气 浑身发冷 那具尸体面向着李海 脸上血肉模糊 不成人形 脸皮割掉了 鼻骨锯掉了 下巴削掉了 嘴唇切掉了 只有一双眼睛 还是完整地 搬着白眼 悠悠地看着李海 仿佛有一股怨气 直往李海身躯里钻 那眼睛 怎么那么熟悉 李海双腿发软 再也站不住了 倒在冰冷的地板上 从地上的角度看 他看到尸体的背后 有一块淡青色的 椭圆形的胎脊 这时 门口走进来两个人 一个是那年轻英俊的 整容师蔡浩 一个是打扮成 女护士般的陈丽 李海想站起来逃跑 可是麻醉药的功效 开始发挥了 眼皮越来越沉重 只看到两人露出 诡异的笑容 慢慢地走向自己 他知道 等待他的 将是一场 独特的整容 哇 真可怕 听完沈醉天的故事 闭眼猫大声叫了起来 我一定给我那姐妹说 千万别整容了 陈刚 愣笑了一声说 其实啊 我认为整容还是很不错的 最起码 我就因为整容 而成全了一件好事 啊 你整过容 不会吧 闭眼猫不相信地看着 看着成刚 瞧你瘦那样 要真整过容 怎么不知道 灌点脂肪 让你看上去胖一点 成刚哈哈一笑 说 嘿嘿嘿 我都没说 是我整过容 只是说啊 我从整容里 得到过好处 庄秦的眼睛 目的一睁 问道 成刚 你得到过什么好处 不如说出来 我们大家一起听听 成刚喝了一口茶 讲述了他的故事 那天下着雨 酒吧里除了我 还有一个叫江峰的客人 我跟他是中学同学 已经好多年没见面了 没想到会在酒吧遇上 我走进酒吧的时候 他正一个人独作异于 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我远远地叫了声他的名字 他抬头看我一眼 目光却很茫然 我坐到他对面去 亲热地说 哎 这些年 你都上哪去了 我问过咱们班上 好多同学 谁都不能确定你的下落 有人说你发了财 成了百万富翁 还有人说你出了国 娶了个 外国女人当老婆 我的话还没说完 便被他不耐烦地打断 等等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嘿嘿 你就算话成灰 我也认识你 我嬉嬉笑道 认定了这么些年过去 他还像以前上学时一样 爱搞恶作剧 对不起 这位先生 我真的不认识你 江峰皱着眉 一脸严肃地说 我又仔细地端详了他半天 虽然他有了些变化 但我还是确定 他就是我那个中学同学 莫非世界上 真有两个这么相像的人 我叫贾琳 是个商人 你把我当成你的朋友 我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就在半年前 也是这样一个下着小雨的夜晚 我从这酒吧里出去 忽然有个人冲到我面前 还没等我明白过来 脸上就一阵剧痛 视线也变得模糊起来 我抱头倒在地上 疼昏了过去 直到两天后醒在医院里 我才知道我被人破了流算 谁这么怠毒 我说 一定是你得罪了什么人 但这人下手也太狠了点 警察也来调查过 但结果却一无所获 我平常里是个随和的人 生意场上 也总会给竞争对手留条后路 不知赶尽杀绝 我实在想不出来 谁跟我能有这么大的仇怨 我沉默了 似乎已经预感到了 后面会发生的事 我被毁了容 连我自己都不敢看我的样子 那段时间 我内心极其痛苦 如果没有我的妻子 我都不知道 静后将如何生活 说到妻子 这位酷似我朋友的贾琳 眼里有了些光彩 我的妻子是个非常温柔贤惠的女人 她不仅不嫌弃我的容貌 还替我联系了家 韩国专业的整容机构 并且为我办好了所有手续 这样 三个月前 她陪我去韩国 做了整容手术 手术很成功 我获得了一张新的面孔 我对新面孔非常满意 她从钱包里 取出一张照片 递到我的面前 照片是她整容以前拍的 说实话 她的样子实在很一般 属于哥哪儿 都毫不起眼的那类人 而江峰以前上学时呢 就是我们班上公认的美男子 她得到江峰这样一张面孔 当然会非常满意了 可是我还有些疑问 一家远在韩国的医疗整容机构 怎么会把她的面孔 做得跟江峰一模一样 连我这个江峰的老同学 都认错了人 是这样的 在我进行整容手术前 我的妻子征求我的意见 时不时还按照以前的模样 来进行手术 你也看到了 我以前的样子不好看 还有些土 这些年 我的生意做得很大 我不想老让我的生意伙伴 觉得我土 所以 我决定借这次事故 改变一下我的模样 虽然那样 会给以后的生活带来些不便 但能拥有一副英俊的容貌 却真的诱惑了我 我点头 人都有爱美之心 男人当然也不例外 在韩国 我的主治医生 在手术前 拿出一张照片 征求我和妻子的意见 医生说照片上的男人 是他的一个朋友 几个月前 刚移居韩国 看到照片 我和妻子几乎没有犹豫 便同意了 医生的手术方案 贾琳这时笑了笑 呵呵 我想 那张照片上的人 应该就是你的朋友 这也是你刚才 认错人的原因吧 虽然我已经猜到了 这样的结果 但还是忍不住 嘖嘖称奇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我心里便释然了 而那位贾琳 似乎也对我 那个叫江峰的朋友 挺有兴趣 于是我便讲了许多 江峰以前的故事 给她听 那天 我们在酒吧里 聊得挺投机 时间不知不觉 到了半夜 这时 我接了一个电话 我的女朋友在电话里 说她来不了了 我有些生气 要知道 我在酒吧里 已经等了她 整整三个小时 我跟贾琳 一块离开酒吧 她坚持要用她的私家车 送我回去 我客气了 一番后便同意 到了我家小区门口 我从车上下来 向她道谢 她在车子开动的一瞬间 忽然 头从车窗里伸出来 冲我诡异一笑 大声道 再见 铁弹 我愣住了 铁弹 是我上学那会儿的绰号 除了以前的同学 没有别人知道 看着远去的车影 我意识到 我上当了 今天送我回家的人 根本不是什么商人贾琳呢 他就是江峰 这些年过去 他真的一点都没变 还是那么爱搞恶作剧 真是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江峰中学毕业后 一直游手好闲 没想到 现在连四家车都开上了 我回到家里 心情稍微开朗了些 我知道 江峰一定会再出现的 一个星期后 我接到江峰打来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得意地笑 怎么样 那天真把你骗了吧 看来呀 你还跟中学时一样老实 这时我相信 江峰只是跟我开了个玩笑 但是 接下来他的话 却完全超出我的想象 我现在的名字叫贾琳 身份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我给你打这个电话 因为再有半个小时 我就要上飞机了 去美国 再也不会回来 所以我也不在乎 你知道事情的真相 三年前 江峰遇到了一个女人 没过多久 两人便如期四交 觉得谁也离不开对方了 但那女人已经结婚 而且丈夫失业有成 是这城市一家著名私营企业的老总 那女人虽然喜欢江峰 但要她放弃万贯家财呢 跟着一贫如洗的江峰 也是她做不到的 经过长时间的谋划 江峰和那个女人 终于有了一个计划 江峰在一个夜晚 江一瓶硫酸 尽数泼到了那女人 丈夫的脸上 女人告诉丈夫呢 她已经联系了韩国一家专业的 医疗整容机构 然后带着丈夫 飞往韩国 这时候 江峰已经先于他们抵达韩国 女人的丈夫在韩国再也没有回来 江峰在电话里 虽然没有告诉我她的下落 但我料定 她必定已经从这世界上消失 这时候 恰好市里组织招商团去韩国 市里几个主要领导人 专程去医院 看望女人的丈夫 当着这些领导的面 医生解开了 缠在江峰脸上的纱布 大家都被那张英俊的面孔惊呆了 韩国的整容技术 果真是世界上最棒的 于是这样 江峰就成了贾琳 现在她带着贾琳的老婆 和所有财产 移居美国 我知道 你一定还有些疑惑 那家韩国美容机构 怎么会帮助我们完成这个计划 这其实没有什么稀奇的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你有钱 就没有做不到的事 江峰走了 飞到了地球另一端 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也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 这年秋天的一个深夜 我躲在一家酒吧外面 看到一个男人独自走出来后 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毅然冲上去 将一瓶硫酸 泼到了她的脸上 她是我女朋友的丈夫 她将在半年后 去往韩国 做整容手术 她长得实在不怎么样 还有些土 回国后 她会拥有一张 像我这样 英俊的面孔 听完了成刚的故事 闭眼猫大口大口地 配了起来 四成刚 原来你这么狡诈 不过我知道 你这个故事 是你编的 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 哪能干出这样的事 钟琴看着闭眼猫 喝下一口茶后 说 猫猫 那我给你说个 真实的故事吧 绝对不是我编的 闭眼猫好奇地问 什么故事 你知道 我们这里 哪个整容医生最出名 是金想赛医生 听说 他在韩国 进修过好多年 沈醉天 抢先一步答道 对 就是他 当年我去韩国 联系整容医生的时候 他正在那里进修 成刚 依旧 没心没肺地 开着玩笑 闭眼猫则说 是的 我也知道 他最出名 但是 听说他失踪了 庄琴点了点头 在插机下 翻出一张报纸 上面 社会新闻板上 印着黑体的大标题 正容医院 离奇命案 医生劫匪 同归欲尽 标题旁 套题黑白照片上 金像赛 正直勾勾地望着 所有人 没有一点表情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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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